欢迎来到机智AI妙星人频道 你想知道 这些连贯性角色 是如何制作的呢 上一集提到这个3D动画儿童频道 每月收入丰富 最新的数据更加的金人 每月赚取超过11万美元 有兴趣知道以上资讯 还有如何使用免费AI工具 做动画频道的观众 可回到这集 将你如何制作出3D迪士尼风格动画 和这集皮克斯风格3D动画 请点选右上方资讯卡连结去观看 今集跟进观众们的提问 有观众提问道 如何生成一致性人物 今天将向您展示 如何使用Leonard AI创建连贯角色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你的话 今集内容为你解决人物一致的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看到最后呀 现在一步步教会你所有制作步骤 由这样的图片生成到这样的图片 再由这样的图片生成到这样的图片 你会看到修改提示词和加入设定的思路 如何用免费账号 就能创造出一致连续性角色的生成方法 学到当中的技巧 令新手的你更易于入门 开始之前 请订阅机智AI喵星人频道 点赞及分享给朋友 这位AI喵带来更大的鼓励和动力 为你们制作更多丰富资讯的影片 让我们开始吧 步骤一相关图例 首先来到Leonard AI 登录后 你首先在首页 找取一些有用的图像资料 因为你能够在别人成功的例子中 获得有用的提示词 把它修改成为自己的内容 例如这个图像风格是你想要的 点选它 在三个选项中 点选Remix 它就会把所有资讯都带到制作页面 看看这些AI喵测试的生涂例子 一开始 没有使用合适的提示词 你会觉得欠缺什么 不懂那里去更改 所以把刚刚看到的案例作为基础 今次使用Polchat GPT的Google Palm来提问一下 是否人人可以使用Leonard AI上的图片 Leonard AI真的很佛心 在网站上开放的图片 让使用者能够欣赏和学习其他人的作品 新手都可以快速上手 节省不少学习时间 AI喵也是相同的目的 希望制作这些影片能帮到新手的你 小走远路 重要细节问题你可以问它三遍 大家不妨试试或者停下来阅读吧 即使是公开的图片 建议大家非直接使用这些资讯 而是以你的要求去做出修改 迅速完成好的作品 这个方法适合新手使用 能够大大节省时间 到最终制成品的时候 你会看到你的作品完全和原作不同 所以设计好你的作品概念更重要 由于付费用户能够使用更多功能 即使简短的提示词也能做出美图 而免费用户能使用的捷径设定较少 需要更多的提示词才较为有效做出美图 以下是以免费用户的方法去创作 步骤二多角度角色图 现在的提示词和模型设定都来到制作页面 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 在提示词上修改角色的设定 我们可以一先把故事构思好 或者用PoChat GPT为你构思角色和故事 这个AI生成故事的流程 可以在以上两个视频观看 回来这里 首先把不合用的文字删掉 你可以把文字都复制到翻译器上 转换成中文再做修改 按一下语言对调 就能用中文编辑文字 修改完成后 你的文字在右方已经翻译成英文了 按下复制 把它粘贴到提示词里面 AI喵 用以上修改好的提示词 外加其他参考词 成功生成了这两个可爱的带雄了 重点修改部分为 一个深黑色带雄 绿色有帽外套 运动球鞋 灰色短裤等等 由于之前尝试生成另外一张图片 出现了古怪的形状 就是有两个鼻子不合身的球鞋 所以负面提示上也加上这句 如果没效果 按情况再输入更多的反向提示词 或者更改设定权重 你可以在描述栏中找到整个提示词做参考 有时候你需要多次尝试 或者设定权重等等 它才会跟上你的提示词 现在示范如何生成女生的带雄 先修改衣着 头戴改为粉红色大头蝴蝶结 裤子改为格子短裙 加上女生带雄 试试生成看 很可爱的小女生 但我们要生成的不是人类女生 没关系 我们每天有150个免费而使用 用完也可以等第二天刷新 或者加入月费计划 我们继续尝试吧 我们来改善设定的部分 达至我们的要求 在左方设定 开启Pump Magic 使用了它 即使提示词简单 也能产出更好的效果 单击下面的部分 它会弹出一个视窗 这里可调节魔法强度 数字越高 AI会生成更有创造性 和修饰效果的图像 开关高对比度 令画面更清晰 更改后保存设定 这个需要耗掉额外两个免费额 图片效果一般都会大大提升 非常值得使用 下一项图片比例 由于我们要生成角色表 需要把角色的不同角度 放到画面上 画面比例需要更大 在我们使用的模型上 它的建议比例是 1024x768 我们就选择它 现在要删掉 令AI误会的文字 删掉女生这个文字 单击生成 等待十多秒 就生成好了 图像生成了 很可爱的戴熊女 我们不修改提示词 继续再生成 这次的图像更可爱 但我们需要更多的角度 试试再多生成几张 效果越来越好啦 如果你想图像 更贴合你的提示词 就要提高 Guidance Scale数值 来影响结果 这次想要生成另一个角色 小狗歌姬 新增了一个重要词汇 Character Sheet 词的意思是为角色 统一设计风格 和方向 AI根据这个名词 生成连续性角色的图纸 合适的提示词 增加图像成功的几率 再来是为它穿上蓝色T恤 裤子和球鞋 打开反向提示词 再试试看 很可爱的小狗歌姬 生成了 如何能令图像 生成的更贴近文字呢 就要提高 Guidance Scale数值 来影响结果 左下方Guidance Scale 把数值调整至9 再按生成 图像生成了 提示词的效果 有被加强到 小狗歌姬 就像人转了起来 但是 没有足够的角度使用 这次会设定6个角度 6个表情 试试看 这个是失败的例子 即使你完整地写了提示词 有时AI都会忽略 也是不意外的 所以不用放弃 再做更改 或再找一些案例 生成到满意为止 这次 再反向词加上Deform Legs 再生成一次 很好 至少是4只角 很可爱 都可以用在故事中 在之后的生成中 都是修改角色衣服的形容词 就能变化出不同的角色 AI生成的越见变好 留话告诉AI喵 你最喜欢是那一个角色吧 步骤3 场景图像 在上集我们使用Po生成故事剧本 和场景图片 这次我们会使用Po生成剧本 和Leanardo AI生成场景图片 这次将会全程使用中文来提问PoChatGPT 选择一个能用中文对答的ChatGPT 生成故事剧本 和场景提示词 之后 直接翻译成英文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有兴趣的观众 一定要继续看啊 首先 我们来到Po助理对话窗 这里提示你 可以使用英文以外的语言 去进行询问 这次已经预备好问题 粘贴到对话栏上 如果需要使用这个语句 可以到描述栏 复制起来使用 提问是这样的 请编写一个 适合小朋友阅读的故事 内容会制作成影片 影片时长为五分钟一集 请为影片写出 有趣的小故事剧本 故事背景发生在一间森林学校里 这个学校的学生 都是不同的小动物 主角是仓鼠Hem Hong和大熊Door 每天在学校里学习新知识 的日常小故事 按下传送 耐心等待生成 让我们快转这里 故事非常好 下一步要提问的 是我们用来制作场景的提示词 请根据以上脚本 产生所有场景的 AI动画影片 产生提示词 这些提示 描绘了令人惊叹的场景 讲述了一个 关于Hem Hong和Door的 精彩动画短片故事 这些提问 是故事场景生成的关键 学会提问 就能加快作业速度 把这些语句都收藏起来吧 很好很好 需要再详细一点 提问它 请为场地背景提供更详细形容的提示词 为每个场景分为人物和背景两个要点 耐心等待生成 让我们快转这里 很不错啊 由于在Liener的AI里面 需要使用英文语句 再提问ChatGPT 请把上文翻译为英文 PoChatGPT就直接把刚生成的剧本 翻译为英文了 就是那么的简单 这样我们就有了英文版本的提示词了 Po真的很好用 现在复制第一个场景提示词 回到Liener的AI 在本来的提示词凯基础上 删除角色的部分 再贴上场景的部分 以下形容角色的部分都删除 确定Prompt Magic是打开的 画面比例改成16比9 按生成看看 很有氛围感 再生成多几次 和不断修改你的提示词 就能得到很好的画面 你们觉得 生成了以下的场景图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AI喵吧 步骤四驱背身画质 大家不要笑AI喵 是死忠哈 因为ClipDrop真的是太好用 如果没有看过这一集的朋友 这集介绍了ClipDrop的超强功能 尽情点击右上方资讯卡去观看 这是AI喵的宝藏工具 由于角色的图片需要去备处理 这个步骤会在ClipDrop盘程 直接示范清除背景 档案一拉近 按钮一按下 用下方点勾 ClipDrop的一键去备功能 完美去除背景完成 不需要花时间再重修 真是太聪明了 你可以选择下载保存 再按Edit 单击提升画质 刚去背的图像直接带到这页 按钮一按下 用下方点勾 来看看效果 完美完成提升画质 本来模糊的都清晰起来了 是AI喵不能缺少的傻瓜工具 方便又好用 你可以选择下载保存 之后你可以使用电脑内的图像工具 复制多张 并把每个角色分割出来 以便之后使用 副作物合成视频 现在简易的教你如何制作成动画 回到剪映里 把刚刚生成的背景 和已经去背景裁剪开来的角色图像 都拖到剪映的媒体库里 把背景图片拉到时间轴 画面比例改成16比9 拣选其中一个角色图像 拉到背景图之上 这样 你就可以自由移动你的角色到任何地方 自由拖动图像大小 把不同角度的连贯角色图像随意摆放 配合你的故事剧情发生 你觉得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AI喵吧!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剪影的操作 这两集有详细操作介绍 请点选右上方资讯卡观看 感谢你收看机智AI喵新人的教学视频 希望你喜欢今次的内容 请继续支持喵的频道 留言点赞 打开小铃铛 订阅我们 我们会不时更新AI教学资讯给大家 inge bij闹 你Hows 我好 大一